此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有些资深志工因为年纪大 或是生病在家里 志工就会发情关怀 也邀请他们参加睡眠祝福 平时独居在家的环保志工吴黄初 看到志工前来关怀 虽然身体受到病痛折磨 但心情开朗许多 志工除了关心病情外 也邀约他在体力许可下 来环保站走动 深夜在前往关怀 环保志工成黄阿春 虽然他的先生身体状况不佳 不便让志工到家里做作 志工还是送上祝福 并且邀请参加环保志工 岁末祝福 一直很客气说他没做什么 其实他做了环保 已经做十几年了 没有间断 非常均均的复杀 值得我们学习 环保志工从年轻时 就投入环保救地球的工作 了解亲近在源头的重要 志工们加紧关怀 希望法亲家人不要失散 让环保观念在社会上持续扩大 大爱新闻 珍珊美志工王敏德高雄报导 大爱新闻